一名男子驾驶一辆自小客车 行进台东市复原下坡路段的时候 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到山区路段 整辆车是卡进了排水沟 随后起火燃烧 而警消人员获报后 赶紧现场进行灌旧 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这名男子酒车值高达1.05毫克 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 消防人员拉起水线进行灌旧 要将着火的小卡车扑灭 昨日晚间台东市复原路段 传出了火烧车的意外事故 一名理性男子驾驶一辆小卡车 昨晚行进该路段时 疑似为注意山区的路况 整辆车掉到一旁的排水沟内 随后起火燃烧 火势相当猛烈 一瞬间就吞噬了整辆卡车 所幸理性男子随即逃离现场 并没有造成伤亡 虽然火势在消防人员的洒水灌旧之下 顺利扑灭 但引擎却不断冒出白烟 由于车子卡在水沟内 严重变形 消防队员拿出破坏器材 费了一番功夫 才将引擎盖打开 确保火势完全扑灭 而理性驾驶被赶到场的警方发现 走路不稳 经过酒测后发现 酒测值竟然高达1.05毫克 高出法定的标准值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冻到水沟啊 你有喝啊 有喝一点点哦 有喝一点点哦 对 严谨到场时理性驾驶 以自行脱困 经易规定四亿酒精浓度测试 酒测值高达1.05毫克 超过法定标准值 千万依法移送侦办 首先整起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但酒后开车最不应该 也特别呼吁驾驶人 酒后切勿骑乘机车或开车 才能够确保自己 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